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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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是60几年的时候 父母亲的时候 开一个那个 因为靠山次山嘛 所以就开了这个 长星组航 因为我们这边一个 洪石的一个山区嘛 所以我们这边本身就是一个 之前就是一个木材集散地 我们只是现在把木材没有以后 就变成一个竹子的地方 所以以前的话 我们这边的竹子是量是蛮大的 从陆野到玉里 大部分的竹子都会送到这里来做 一些处理以后 我们再送到西部去 送到竹山去做一些加工 我们竹行开始成立的时候 都是以竹片的加工 从销日本为一个除药大中 所以我们那时候请工人 请师傅的话 都是弄这个 这叫 我们这个台语叫 就是 就这样子竹片 每个工人这边的 我们这边的村子 几乎都有做过这种工作 因为竹子真的是很出众的工作 我们像我们小时候出去的话 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比竹子还辛苦 因为竹子到山上还要砍下来 还要拉下来 真的是体力很大的 所以我妈妈她们就是 现在年纪都很大 然后做竹子的方面 已经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希望走的是一种 把我以前的故事 然后那种观光的方面 然后发展出去 结合农业结合竹 因为来到观山 其实是 是个米的故乡 可是 其实我们是靠山区的话 除了米之外的体验的话 我们还有竹的体验 所以我希望我把竹的东西做一个保留 然后再结合农业 做一个结合 所以就变成一个 长青四十五农业 目前的话 就是也是竹蜻蜓的大部分 那还做竹盒的部分 我希望他们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 我会结合竹子弄木玫瑰 做一个不一样的 以前竹行制作竹蜻蜓而已 可是现在是 我也结合木玫瑰蜓 还有结合小葫芦 换成不一样的体验 目前呢 我现在农园里面有种若神 还有一些红梨 还有芭蜡 若梨 梅子 我都各种一点 然后希望我在做一些 来这边的时候 做体验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导览解说 结合一些农业 一些其他的东西 丰富我的整个农园 让观光客会觉得说 来到这边 感觉跟以前竹坊不太一样 来到观山 不只是我们的环镇车道而已 你还可以走我们的红石林道 除了致敏的体验以外 还有竹的体验 还有结合竹的体验的一些 小小的不同的农业体验 希望呢 游客来到这边 他是喜欢观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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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